好的,咱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呢是关于微信开发这样的部分 那我们在学习这个微信公众号开发这一部分过程当中呢 实际上对于微信来说 它能够让我们进行支持程序对接的二次开发的功能都有很多 我们今天仅仅靠一天的时间实际上是学不完的 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去讲解的主要内容在哪呢 咱们主要让大家理解整个微信开发的时候 到底开发的是什么东西 然后呢在这个功能当中我们选择两个最主要的 一个是说用我们的服务器决定回复给粉丝什么样的信息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我们再去做微信开发当中的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 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自己搭建一个网页之后呢 通过微信公众号来获取粉丝的信息 紧接下来把粉丝的信息呢展示在我们的页面当中 这是两个最常用的这样的信息呢 我们就拿这两个信息来给大家举例 希望大家能通过这两个案例呢 能够知道微信开发到底开发的是什么东西 如果说接下来你想在微信开发的基础之上 在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基础之上呢 再做进一步的开发 想要去了解别的内容 那你学过今天的内容之后的话 后面的东西你也就会了 因为你会发现在整个对接第三方的时候呢 实际上说白了就是你跟别人家的服务器在进行HB通信 只是进行的这样一次通信而已 你按照别人家的说明文档 然后呢先发哪个请求再发您哪个请求就可以了 所以呢主要让大家理解的就是这样的过程 那好了咱们接下来再开始学习 那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 要去做微信开发 微信呢实际上每个人都在去使用 那一谈到微信 除了我们平常拿它用来进行聊天 或者是关注公众号之后 那在平常使用的微信当中 还有哪些名词是我们经常会见到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当前呢微信当中 我们主要来去说这个公众 来说这个账号的类型 那这个微信呢会把这个账号呢分为几种 首先第一种账号呢是个人号 然后呢再是公众号 最后是企业号 我们平常去使用的聊天的 或者说你跟别人进行这样抢包的东西呢 那是个人号 然后呢我们所关注过的那些东西呢 通了全部都是公众号 那除了个人号公众号之外 实际上还有一个企业号 那个企业号呢实际上是很少见 我们只有在进入到公司当中 如果公司有对接过这样的企业号 你才能会见得到 所以这次微信通常情况下 把账号分为这么几种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 对于这个公众号来说 大家实际上已经都关注过 所以大概也就知道 公众号说白了 无非就是给这样的机构 给名人啊政府啊企业啊 专门用来进行推广品牌 进行营销 或者说是给粉丝进行客服服务的 是为了这样的东西来提供的这种账号类型 我们把它叫做公众号 那公众号既然是用来进行维护营销 然后呢推广去使用的 那肯定就得有一个管理的平台 那这个管理平台呢 微信就把它叫做公众平台 这个公众平台呢 专门就是用来去申请公众号 管理公众号的这么一种平台 我们在课件当中呢 也给大家去提供了一个公众平台的这么一个网址 当你点击进来之后的话 在这个网址当中呢 你就可以去管理你的公众号信息了 也可以在这里呢 进行相对应的注册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我们需要首先知道公众 微信账号呢 实际上还分为这一种 还有一个公众平台的这样的存在 那公众号跟个人号的区别呢 我们也不用说了 实际上呢 个人号专门用来进行聊天使用的 而公众号呢 专门用来去推广去使用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公众号实际上还是一个大概念 你再往下分的话 微信呢 还会把公众号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呢叫做订阅号 另外一种呢叫做服务号 其中每种类型呢 还分为普通类型跟认证的类型 那这些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先看大类 订阅号来说呢 跟它的名字是一样的 专门就是让粉丝去定义你的消息 你可以向它进行推广营销 专门是做这样的方式去使用的 所以呢 这样一种账号的话 可以是个人去申请 媒体啊 或者企业啊 或者政府 其他组织呢 通通都可以申请的 这种账号有一个特点 什么样的特点呢 就是说 这个账号呢 当我们一进入到微信当中的时候 你会发现 跟你的好友类表之上 还有一个叫做订阅账号 那么一个小文件夹吧 你把它点进去之后 是不是又会有一个类表啊 所以呢 凡是属于订阅号的 它通通的都是在你一进入到 微信菜单之后的 第一栏里面的订阅账号里面 它是属于二级菜单的 然后呢 订阅号当中的话 它每天允许向关注的用户呢 群发一条消息 它每天都是去你群发一条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然后相对应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服务号 服务号跟订阅号的一个区别在于 服务号不是用来进行推广的 而是说 是用户可能像你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所要去索取服务 向你呢去进行咨询呢 或者是办理性业务 那这时候呢 你要去进行对接的呢 就选用的是服务号了 服务号呢 是可以向用户进行提供服务的 那竟因为它能够向用户提供服务 所以呢 这个服务号 它的一个发送消息的这个权限呢 就受到限制了 它每个月只允许向用户群发四条消息 每个月总共只能群发四条 然后呢 那服务号当中申请的人群呢 就是媒体呀企业呀政府和其他组织 个人你就申请不了服务号了 就是这样一点 然后呢 紧接下来 服务号当中呢 它位于哪呢 它是进入到你微信当中 在你的好友当中 跟你好友是同一级财单的 它不会隐藏到第二级 这个在同一级当中的 通通的全部都是服务号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那认识了大类的一个区别之后呢 我们再来去说 这个微信认证当中 这个账号当中微信认证 又代表了什么意思呢 微信认证实际上是 微信对用户提供的那么一种保障 告诉你用户 你现在关注的这账号呢 经过我的审核之后 它是比较安全的 你是可以信赖的 就是提供的这么样一种东西 那对于我们要去申请了一个 公众号之后 如果你的公众号当中 想要进行认证的话 你就可以向微信提供资料 认证之后 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对于维护公众号的人员来说 一旦认证之后的话 那你可以做的工作呢 就是说 你可以具有了全部的 这样的接口能力 或者是部分的高级接口能力 那这个高级功能的 这个接口能力 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的就是说 除了能够在公众平台这上面 去维护公众号之外 我们还可以去使用第三方的程序 我们自己开发的程序 专门去扩展微信的能力 指的就是这样的东西 我们今天要讲的呢 就是这样的部分高级功能的这个接口 也就是说 用咱们的程序来扩展公众号当中 原本它受限的那些能力了 你一旦订阅号之后呢 你才能够去进行这样的扩展 你一旦认证之后才能进行扩展 没有认证的话 它是扩展不了的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然后呢 你要认证之后的话 对于用户来说 他看你的公众号的时候呢 还能够看到你的资料当中 去选择了一个V 也就是说代表了认证呢 这是关于这样一种东西 那如果你要让你的公众号 已经认证的话 V信呢 是要去收取这样的费用的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然后呢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详细的这个账号之间的区别 这个账号的区别当中呢 订阅号跟符号 我们已经说过了 这个订阅号呢 是显示在那个订阅号文件夹当中的 每天都能够群发一条 而符号来说 它是直接显示在你跟好友当中 同级列表里面 每个月能群发四条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然后呢 对于订阅号来说 允许是个人申请的 而符号来说 不允许个人申请 对于认证的话来说 它我们在这里面能够看到 是认证的账号当中 能够去进行的是高级接口能力 也就是说能够用程序进行扩展 而普通的认证订阅号的话 那这个认证的订阅号 它只能是支持部分能力 而认证之后的服务号来说 它具备了全部的接口能力了 这是关于这样点 然后呢 还需要注重的一点地方 就是说 如果你的公众号当中 想要具备微信支付的能力的话 这点你要注意 你只能是认证之后的服务号 只有这一种账号类型 才会具备着微信支付能力 其他账号类型 通通的都不具备微信支付的能力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好 这是我们先有一个大概区别 有了大概的整体印象之后 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想要去注册 你的 注册一个公众号的话 那就直接点击 就相当于 刚才我们给大家去提供的 那个公众平台的 那样一个链接地址 在这个链接地址当中呢 这里面呢 就会有一个关于注册的 这样一个地方了 那你要做的东西呢 就是说通过邮箱账号 然后呢 再进行相对应的注册 然后呢 你在去注册的时候呢 你看一下 在注册的时候 一旦验证完你的邮箱之后呢 到了第三步的时候 就要去选择账号类型了 你到底申请的时候呢 是想把它做成订阅号呢 还想把它作为服务号 这是你上来就必须确定的 而且一旦确定之后呢 这个类型之后是不允许更改的 这点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然后呢 选择完账号类型之后的话 他就会要求我们去进行信息登记了 信息登记当中呢 就要求我们去提供关于你申请的主体了 如果你是个人身份申请主体的话 那要求你提供的就是身份证号 然后呢 还要去提供的就是绑定了一个银行卡的微信账号 如果是其他类型的申请主体的话 你还要去提供对应的机构代码啊 或者营业执照啊 这些资料 就是关于这样一点 好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就来去看一眼 我们现在接下来就来看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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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只可不消失了